穿成娇妾文学的女主后 我绑定了四大名著系统 男主纳我为妾 我化身张飞 慕似同龄 声若红中 好哥哥 俺来了 我出逃时 男主带着几千侍卫来追我 于是我带着108个好汉上了梁山 一代王者下山坡 记住我是女哥 你可以不点关注就走 我也可以立马磕头 突突于提醒你 打开WiFi 正文开始啦 我穿成了娇妾文里 柔弱不能自理的女主 幼时有显赫的出身 会琴棋书画 被养的雪佛花帽 年龄一到 作为工具人的我爹 就要被构陷下狱 流放千里 而我会被男主 以庇护的名义 那为妾 但在急机那年 我绑定了四大名著系统 从此 男主命运的齿轮 开始掉链子 我爹下狱的前一天 男主魏之眼 已得了风声 登门了 那时我正在后院里 倒霸锤杨柳 思考着扛着我爹娘 直接冲上梁山的可能性 我爹让丫鬟来换我 我直接扛着 柳树冲进了前厅 我爹正满面愁容的 与魏之眼说话 唯有小女柔弱不能自理 令下官放心不下 她话音未落 我已经扛着树闪亮登场 声弱巨雷 势如奔马 好哥哥 俺来了 魏之眼是我爹的门声 有时就与我相识 翻来还写 七岁的我扯着她的衣妹 软软糯糯的喊为哥哥时 少年魏之眼的心 就花成了一滩水 离谱中带着一丝变态 而现在 她瞳孔地震 可能没想明白 她柔弱不能自理的女主 怎么就突然变得这么粗犷 一时满场寂静 魏之眼说不出话了 我爹的双唇动了动 艰难道 只愿魏大人能庇护小女 我听了这话 灯石满面通红 虎曲一震 抱着我的柳树娇羞大笑 爹爹是想要女儿 投奔魏大人麾下吗 我爹 魏之眼 我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我豪迈的把柳树一扔 砸了魏之眼的脚 他差点跳了起来 慢慢琢磨着我爹的话 柔弱不能自理 我爹尴尬的假笑 我觉得男主很没礼貌 都不给我正面的反馈 受这个创死人的剧情驱使 我爹把我赶出了前厅 然后直接不问我意见 让我给魏之眼做妾 魏之眼什么也还挺奇怪的 张飞可以 魏之身也行 下次换个银角大王吧 他的娇妾就是这么百变 傍晚 魏府马车来接我时 我拿了李奎的剧本 魏府的侍卫 见我家如金门可罗雀 就摆了高高在上的神色 我带我爹也来想享福 侍卫 不是 你你干嘛 李奎曾经遇卑母上梁山享福 我现在背负上魏府享福 我真是大笑女 二十四小徒必须添我一个 虽然我爹在挣扎 但我力气很大 这么点挣扎可以忽略不计 侍卫 你你真是疯了 骂人的词汇好匮乏 侍卫不肯驾车 带我和我爹去魏府 我们一度陷入了僵局 直到魏之眼亲自来了 他和我爹对视一眼 二人都无语拟捏 魏之眼男主光环的加成 让我爹自动离开了我的背 魏之眼也坐近了马车 与我挨得极近 他身上冷香萦绕 让我脸红心跳 他属然开口 没话找话 你倒是孝顺 我说 那可不吗 魏大人 您要是肯收我为义女 我肯定好好孝顺您 为您养老送终 魏之眼 倒也不必 我小您六岁 况且听说 妇人寿命要长些 肯定能活到为你送终的时候 魏之眼 他叫停了马车 决定自己骑马回家 在魏府的第一晚 我闲着没事干 拔了魏府后院里的柳树 然后埋回去 边哭着边葬柳 我觉得我好苦啊 我的命被剧情推动着 就像柳絮一样漂泊无依 我折腾到大汗淋漓 有洁癖的魏之眼 一脚踏进院子 又撤回了刚刚的那一脚 魏之眼有正妻 是善渡的高门贵女 他俩明媚正娶干柴烈火 一年多了却无事发生 不合理 但问就是小说设定 就算是娇妾文学也要双处 因为魏之眼亲自接我入府 他的夫人不高兴了 他夫人不高兴了 就要来折磨我 我被折磨了 就要倒在魏之眼怀里阴阴阴 那位正妻 在原书里是男女主感情最大的主攻 她是扑克牌里的最大树 是play里不可或缺的一环 清晨 按照规矩 我要去给主母奉茶 而她要点我 让我时刻记住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懂的 我会记住自己 今天的人设 留老了 夫人平常早睡早起 但今天起得很晚 懂得都懂 我踏进门 没见着他人 先被满屋子金光闪闪的装饰闪了眼 发出了一声浮夸的窥叹 屋里大丫鬟白了我一眼 见他变身凌罗 三斤带淫的 我装傻半愣 捧着茶 上去就喊夫人 我笑得很热情 他连连后退 我顾不紧逼 硬要把茶杯塞进他手里 被逼到墙角了 他慌道 夫人还未起呢 不愧是夫人的屋里 连丫鬟都如此标致 夫人是个脑子不大在线的恶毒女配 他抿了一口已经凉掉的茶水 气冲冲的把杯子都摔了 喝一口就摔杯子 如此豪迈 而你 我的女配 你才是真正的好汉 听说你爹贪污受贿 怪不得你连规矩都不懂 他抬着下巴 用鼻孔看我 说的话好没逻辑 我低着头 舔了舔唇 抹了把眼角 张口开始扭扭捏捏的借钱 全如夫人所言 只希望夫人能帮切一二 夫人愣了一下 我怕暗示的不够明显 直接道 姐姐 穷穷 借点 他叫丫鬟拿了两张银票 直直的丢了过来 果然上不了台面 我很高兴 遇着财神爷了 从夫人屋里走出来时 已经到饭点了 为之眼传我用膳 他在屋里等我 我在走廊上 看他养的鹦鹉 他长得漂亮 鲜亮的羽毛油光水滑 想摸 又感觉有点冒犯鹦鹉 我犹犹豫豫的盯着他看了半声 鹦鹉逗大的眼 也盯了过来 会说人话不 我吓了一跳 气势弱了一劫 会那么一两句 鹦鹉又说 会说人话不 我沉默了 哪个好人只叫鹦鹉说这一句话呀 我跟着领我来的婢女 进了为之眼的屋子 落座后 他给我递了一双象牙筷子 我捏着手上沉变变的筷子 开始了自己的表演 不愧是卫府 这里的筋也俊 但也小巧怪俊的 加鞍唇蛋 加一个 掉一个 我弯腰亲自去捡 被婢女拦住了 为之眼欲言又止 止又欲言 令尊从前亏待你了吗 我摇了摇头 继续吹彩虹屁 林家的门没低 比不得为服务华天堡 人节地灵中灵欲秀 他沉默了会 缓缓跟我说了一个恶号 令尊因贪污的罪名被下雨 我看过剧情 再听他讲一遍 觉得有点无聊 我埋头吃红烧大鸡腿 铁镇凿凿 似乎难以翻案 我埋头吃糖醋肘子 我要念那句 食量大如牛的台词时 人王是娇妾女主的宿命 在我被扶正之前 我爹翻不了岸 我想了想 还是决定对他真诚一点 因为我胃口大 他白皙的手背上 轻轻凸起 看上去怪生气的 但半天 他也只是缓缓叹了口气 瞥了我一眼 不怪你 回去吧 他休养还怪好的 没让我滚 走在长廊上 我尽力地回想原书的剧情 构下我爹的那个小反派 是抠门的户部尚书 他的帮凶是大反派安阳侯 夫人的爹 迟早把他们逗杀了 晚上 魏之眼又来我屋里了 我正在写生死步 户部尚书 让我二郎徒手杀掉 安阳侯 用青龙眼月刀做掉 我笑容扭曲 把他吓了一跳 他有些声音地开口询问 在做什么 嘿嘿嘿 通通杀掉 魏之眼 他偏了一眼 我挂在墙上的青龙眼月刀 摸了摸脖子 然后又不动声色地退了出去 第二天 他为我请了宫里的御医 他是京城有名的心理医生 专制各种心理问题 他对魏之眼说 悲痛之下想着复仇 这很正常 可以理解 魏之眼让我扛着青龙眼月刀 出来给他看看 太医撤了一步 冤有头战有主 我们无冤无仇 就不要把这个拿出来了吧 他溜得比昨晚的魏之眼还快 魏之眼不敢来找我了 我一个人无聊 没事就站魏之眼的门口 和他养的鹦鹉说话 夫人经常来给魏之眼 送他亲手做的吃食 每每见了我 都要翻个白眼 卖一身红妹子 我在长廊里斗鹦鹉 他和他的大丫鬟一唱一和 你看那女人 连讨好夫君鹦鹉的事 都做得出来 夫人说的是 背后指不定还要做什么 来勾引大人 鹦鹉会说人话不 夫人脸色一白 他还叫做鹦鹉骂我 他哭闹着进了魏之眼的屋子 说了我八百句坏话 魏之眼执笔的手一顿 那句话是我教的 他哭哭啼啼的又跑出来 骂了我八百句 你肯定是故意的 我挠头 你要这么想 那我也没办法 他一时噎住了 入秋 府里新进了一批料子 按照惯例 有夫人先挑 但是她看我不顺眼 一批布料在京城转了几圈 连为这眼七九姑的侄女的嫂子 都得了一匹 送到我这来时 只剩一匹荧光绿的段子 绿得很耀眼 往街上一站 嘿 绿灯亮了 我拿来裁衣 穿上后 就变成了一只发光大螳螂 后院鸡飞狗跳 娇妾靠死螳螳 我闲得没事干 去夫人面前哭一哭 若不是别人挑胜了的 也轮不到我 我哭得梨花带雨 我见油帘 府上的下人都欺负妾 只是个没有根基的姑女 阴阴 夫人没想到 我不去为这眼泪哭 反倒在她屋里哭上了 她一时手足误措 又是让人拿帕子 又是让我先憋着别哭 她剁了两下脚 有些无奈 行了行了 别哭了 你再挑鸡皮好看的 下人若是欺负你 尽管来跟我说 我找到了乐子 没事就去找夫人说说话 她和大丫鬟按戳戳的骂我 我就哭 瞧瞧 我不过多说了几句 姐姐变这般模样 算了算了 是我多嘴了 她被我惹烦了 要把我赶出屋子 我还哭 横竖你有其他妹妹 比我会讨你欢心 我哭得地崩山催壮是死 然后天梯实战相勾连 她声音的哄我两句 我继续哭 我知道你是信口胡舟 哄我开心罢了 夫人 她扶我苦笑 我第一次看见 娇纵的夫人露出如此成熟的神色 正哭着 未知眼来了 她神色有些疲倦 夫人眼睛一亮 抛下我就上去迎接 我暗自捶泪 早知她来 我就不来了 夫人又撤回了 迎接未知眼的那一脚 未知眼的神色更疲倦了 她对我说 你先回屋吧 我与夫人有要事商量 我擦了擦眼角的泪 退了出去 他们要说的 大概就是我爹的案子 我爹的案子省了许久 十月 她被判了流放岭南 这已经是未知眼 从中卧悬的结果了 暗阳侯想的是要她的命 林府白口人 只有我因为进了未知眼的门 而幸免于难 我托人将所有首饰 不匹变卖了 用于打点 希望族人路上少受些苦 我几乎搬空了自己的院子 我有空就披头散发 去未知眼面前晃晃 她看着我送面朝天的模样 就会给我剥些银子 去买首饰 她处理公文 让小丝为我备些茶点 我将银盘子和杯子 都揣进大袖里 准备带走卖掉 未知眼抬了抬眼 茶点还没上吗 我打了个宝格 能不能再上一份捏 当心及时 她为我又要了一份茶点 这次餐具换成了金的 我吃饱喝足连碗都戴好 心满意足 捧着袖子里的东西 慢慢往外挪 未知眼叫住了我 我身子僵了僵 她神色平静地提醒到 一个金汤匙掉出来了 我面不改色 捡起汤匙 开溜 我耗完未知眼 又去耗夫人 她一见我 就说 我已经让人 给你送了四件新衣了 林又元 你怎么还穿这身 不堪入目的绿衣服 我泪如泉涌 卖了 我怕我爹流放路上受苦 我哭得真情实感 说的台词 令闻者伤心 见者落泪 成功骗走夫人八个金钗 后院的垂扬柳 跟夫人打声招呼 拔掉 卖了 屋檐上的琉璃娃 跟夫人哭两声 拔掉 卖了 在我的努力之下 卫府的装修 变成了叙利亚风格 家徒四壁 卫府空荡荡 我凑了许多钱 三墙出去 准备交给押送林氏的官兵 路上 钱被抢了 这是原书的剧情 女主一个娇滴滴的美人 穿着朴素 看不出家底 怀经过闹事 被歹人夺走了钱 幸好担心他的男主 一直带着侍卫 悄悄跟在他身后 为他出头 我盯着前面 飞奔而去的贼人身影 目发冲冠 这是我哭了好几天 耗了整个卫府凑到的钱 卫之眼上前安慰我之前 我踩着墙壁飞走了 我张飞身材魁梧 剑步如飞 单手将贼人拎了起来 上勾拳 下勾拳 打得他叫苦不迭 直呼好汉饶命 卫府的侍卫 无用武之地 在一旁直呼威武 卫之眼匆匆赶到 只要下一句 当心 莫将人伤太重 外人眼里 我仰有细腰 身形纤细 眉目寒情 竟用仙仙素手 提起了魁梧壮汉 一时间 他们以为是杂技 纷纷打赏 又凑到一笔钱 我凑出了 比原著中多百倍的钱 甚至跟我爹在岭南 下半辈子都吃好喝好 我十分感谢 卫之眼与夫人 卫府光秃秃的亭子中 我点燃一炉香 准备任他俩为义兄 卫府结议 为他们做牛做马 誓死相随 卫之眼一脸无奈 夫人一脸懵逼 我抬手起誓 我 林又元 夫人不明所以 仍跟着念叨 我 陆瑶 我们齐齐盯着卫之眼 他有些无奈的叹了口气 赔了句 我 卫之眼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只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我念叨黄天后土 实践子心时 卫之眼打断了我 他说 我不答应 夫人有些迟钝 听了半赏 也没懂我在做什么 他复合卫之眼 我也一样 结义失败 梦南落泪 重阳 信仰长公主设了宴 邀金城权贵赏局 卫府也收到一张帖子 原剧情中 夫人病了 卫之眼才携我出席 但如今夫人活蹦乱跳 看起来还能跟妾室 打得有来有回 他还是带我一块去了 他道 带你也出去玩一趟 你少在府里哭哭啼啼的 福气都让你给空没了 他甚至亲自为我挑了衣裳手势 一身装束是小家碧玉的风格 他很坦诚地叫我不要抢他风头 卫府宽敞的马车中 我 夫人 卫之眼 三个人坐在了一起 卫之眼目不斜视 在角落里坐得板板正正 与我们划开界线 夫人目光永远地瞥了他一眼 又过来靠在我身边 卫之眼应该在车底 而不是在车里 我看着这略带诡异的和谐场景 想起一句话 咱三个把日子过 好比什么都重要 我与夫人一左一右 立在卫之眼身侧 落座时 我听见对面的侍郎嘀咕了一声 卫上说好福气 他满脸写着不自在 就差翻个白眼问人 这福气给你 你要不要啊 夫人温柔地为卫之眼拆卸 又迅速翻脸 指挥我为他拆卸 我们手上都有活感 卫之眼有些无聊 抿了半盏酒后 他为了缓解尴尬 动手为我拆卸 我们形成了一个奇怪的闭环 夫人不满意 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发作 坐席下 他踢了我一脚 小声让我拆快点 少跟卫之眼没来眼去的 我不明所以 我跟卫之眼 明明都在低头努力拆卸呀 我手上的动作飞快 卫之眼不甘落后 也拆得飞快 高棚满座 探究的目光都落在了我们身上 主座上的信仰公主 别光顾着吃卸 诸位 做些词助兴罢 他这是点卫之眼了 我不会作词 也不爱拿别人的词装成 我和夫人一起 成为了较好的氛围组 喜吃完 为之眼留下来 听那些大臣高谈阔论 原剧情里 我会在独自赏局时 被狂徒轻薄 然后我宁死不从 直接跳进了附近的河里 冻得半死不活 差点死掉 面子和李子全都没了 原书里 这个剧情是与我不死不休的夫人设计的 但如今她带我也不错 我便没将这个情节放在心上 夫人与其他贵夫人闲聊去了 我插不上话 独自一人在后花园里下逛 我盯着绿色的菊花看 想着能不能摘一朵石 狂徒出现了 来了五六七八个壮汉 实在是看得起我 纵使我有吕布的蛮力 现在也冷汗连连 我来不及多想 一头扎进了河里 接下来 他们下饺子似的 一个个跳了下来 我浪里白条水性极佳 乘风拓浪 将人远远甩在身后 未知眼正在岸边拔九龄风 我靠岸 抓住了他的一百 他 他吓得险些一脚 把我踹过去 但冷静下来后 伸手把我捞了出来 你怎么如此狼狈 我还以为见着了水鬼 他脱下外袍裹住我 我的声音闷闷的 有人要打我 他的声线冷了下来 那人呢 还没追上来捏 笑死 根本追不上我 他叹了口气 你还挺乐观的 我提前回了府 后来听说 未知眼为了彻查此事 甚至与他的岳父 安阳侯起了冲突 安阳侯面带运怒 为了一个最沉执女兴师动众 有没有将你的正妻 侯府嫡女放在眼里 坏了 果然是冲我和未知眼来的 未知眼沉静的回敬 连切都护不住 又如何护住正妻 他们针锋相对 吵得有来有回 未知眼这次 是一点面子 都没有给安阳侯留 因为安阳侯插手 案子移交了大理寺 未知眼没有亲自审问的机会 这件事 似乎只能草草了枝 而我因为下了水 染了风寒 缩在屋里养病 未知眼为我用了最好的药 他越来越忙 也愈发冷落夫人 得了空 只会来看望我 他就坐在我床榻边的椅子上 拿着卷宗 唯唯于我说道 案子由大理寺绍卿查办 几人的口供有仪 尚不能断案 他的言下之意是 安阳侯在大理寺的势力 还不算深入 我既答应了先生会护着你 便不会轻易放过幕后之人 我抬眼看了看他 如果真是安阳侯呢 他身陷渐冷 正好一并清算 未知眼一直在搜集 能为我爹翻案的证据 他为此还画了图 但我病好后 只给我看 脑子有些不够 我特地装上了诸葛亮的脑子 在听他说 他的途中 各个官员势力盘根错节 世家勾结 观观相护 他们要打压寒门 打压新贵 暖黄的烛光中 他结雨低垂 头下一片影子 神色凛然 如孤射之雪 所以 我分明有足够的证据 却无法成交 因为刑部是世家的人 大理寺也有世家的人 他声音又低了下去 宛若暗流涌动 如若不娶世家女 我恐怕也难有今日 离夫人远点 林又远 你们是对立的 我低眉英云 是 我和卫之眼都避着夫人 我在屋里 面对着光秃秃的四壁 感觉自己有点像面壁思过 卫府太无聊了 我又站在卫之眼门边 和他的鹦鹉说话 会说人话不 你能换句话说不 我正和复读鸡鹦鹉唠嗑 夫人来逮我了 他倚着垂花门 目光有些忧远 怎么近日都不来哭了 我抱着鹦鹉后退两步 怕涛了了夫人 鹦鹉说 怕涛了了夫人 他哼了一声 又开始和他的大丫鬟 一唱一和拐着弯骂人 这次是把我和卫之眼放 一起骂 说我们一个个都冷漠无情 不爱搭理他 我说 你要这么想那我也没办法 他不说话了 盯着我 连目光都在骂人 从前 我总觉得恩怨不该带到下一辈 毕竟他是无脑的恶毒女配 不知道他爹到底做了什么 我不必因为我爹和他爹的事 而埋怨他 但现在不行了 我发现 他爹真的会连我一起揍 我和他 或许没有和母相处的机会了 夫人开始找我的茶 像想吸引别人注意力的小学生 跟原著的剧情一样 他让我替他抄几千卷经书 我变成千手观音 半天抄完了 他不服 又要我绣化 我变成五公斤 半天绣完了 他还是不服 我带上九头狮子buff 九张嘴一起骂他 他服了 未知眼比原书中更早的找好了证据 第一个愿意为我爹站出来深渊的人 却惨遭迫害 他是我爹的门生 立不郎中周月 暗阳侯说他诬告 户库上书反揪住了他曾经的过失 添油加醋地污蔑他 为我爹说话的人 葫芦娃就爷爷似的 一个接一个地背叛流放 未知眼近日满面愁容 连夫人都察觉了什么 哭着问他 为何非得与暗阳侯针锋相对 未知眼很疲惫 对此避而不谈 后来甚至聚见夫人 我给未知眼留了一封信 然后跟原书中落跑的小娇妾一样 溜出了魏府 亲爱的大哥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 我已经上了梁山 请原谅我的单独行动 因为我发现我还挺厉害的 我前言不搭后语的 又乱写了些东西 壮汉的垂杨柳是第八大杨 多年前的青龙眼月刀正中眉心 再见了好哥哥 今晚俺就要远航 我走后 听说为之眼心事动重的 调了几千官兵来找我 后来他又在众人面前并论 他的爱妾林又远死了 我去安阳侯的马厩里 偷离一匹马 他找人揍我 活该被偷 我骑着赤土 提着青龙眼月刀 去法场截人 流放路上 牢里 以及大街上 我一个个捞人入我麾下 集齐了108个好汉后 大家一起落草为寇了 虽然有些人 并不服我小周江的领导 但我以礼夫人 把人打服了 我从此过上了 每天带人抢劫的日子 劫富记自己 那些县令 相声不服 调了官兵来打我 被我打了回去 他们还不服 警示朝廷 调了兵马来打我 又被我打了回去 他们哭了 也服了 我在山上立了一面旗帜 周月为我你的内容 是替天行道四字 我偷偷在旁边加了一句 安阳侯老贼 不得house 后来 朝廷派人来招安 我坐在连后 没有露面 由周月带我 与朝廷谈 来的人 正是魏之眼 他倾俭了许多 大肠 显得宽大 他冒着风雪上山 节语上还有凝固的冰晶 像碎星 他身后还有随行的几位 文官与侍从 他面无表情地受了周月的礼 展开皇帝的诏书 念道 文能安邦 武能定国 拆毁朝学 率人赴京 原免本罪 没念完 周月轻飘飘地打断了 恕不从命 魏之眼一如既往的冷静 要求与债主再谈 平退诸人后 魏之眼绕到了帘子之后 看见我的脸 他好像不太意外 民间都在传 债主能持青龙眼月当 七进七出 我猜测是你 看来他对我的武力值 有一定的了解了 他顿了顿 只是此举太过危险 我忧心你 我撤回刚刚想的那句 他了解我 我说 虽然但是 我一拳能打两个你 魏之眼 他耿住了一会 只差一些了 再给我几个月 便能为你爹翻案 让安阳侯辅诛 确实 离援助反派被杀 女主扶正的 只有几个月了 但中间 还会有许多轻流被害 我说 只差几月 这些人的命数就要变了 我盘腿坐着 继续说叫 正当途径解决不了问题 我选择发疯 他低眉沉默了许久 脸白得如冬雪 快机民事鲁迅说过 如果有人不同意开窗 你说要打开屋子 他自然就会同意开窗了 我继续道 回去能不能告诉皇帝 他还怪昏庸的 安阳侯真不是个好东西 太应允了 魏之眼回去后 也开始发疯了 听说 朝堂之上 他手持象牙护板 当着满朝文武的面 禀告道 安阳侯真不是个好东西 简洁通俗的白话 让安阳侯的脸色比墨还黑 他逼着护板 一条条地数了安阳侯的罪状 言辞清晰 语速又快 像个rapper 安阳侯发作之前 魏之眼对着皇帝 俯身在拜 梁山寨主托臣禀告陛下 他的弟兄因安阳侯蒙受冤屈 冤屈不喜 树南威朝廷效力 安阳侯冷哼了一声 抬脚从文官之列站了出来 魏之眼并没有让他说话 他从容沉静 继续道 边关危急 兵力不足 而梁山百人 可敌万军 皇帝已经有了思量 他下诏 相关案件重办 魏之眼协理 而他要亲自过问 安阳侯的败局 似乎已成定数 安阳侯死得比袁书中早 侯府被抄 他人头落地 梁山的108好汉被招安后 有的官复原职 有的去了军中 我爹也翻案了 他回到京城 官复原职 加封太府 我参军了 毕竟我是梁山C位 以一当百的武将 我在军中的人设时 常年穿着厚重盔甲 不能见人的神秘大佬 前往边赛前 再给他安排个好去处 他答应了 我回魏府那晚 他指挥丫鬟搬走他的东西 他的几台架桩 以及花魏之眼俸禄 打的经营手势 都被装进了马车里 金丝难目移 他拆了 带走 铜镜后面镶嵌的松石 他拆了 带走 颇有我当年风范 这让本就不富裕的魏府 雪上加霜 让围观本就青年的魏之眼两袖 更加空荡荡 陆瑶带着行李悄悄出门时 正与我迎面撞上 我恰好穿了一身素衣 披着长发 他被吓得又哭又豪的 从车上跳下来 扑上来抱我 我终于见着鬼了 哈哈 又哭又笑的 精神状态 堪忧 我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是说可能 我没死 他与我说了好多话 说他从前错了 非得闭着魏之眼娶她 他被冷落在后宅许多年 才想明白 虽然他不知道他爹做的事 但他也受情悔 为了替他爹赎罪 他愿意一天只吃三顿饭 我笑了 我感觉 他好像也开始发疯了 他拽着我的衣妹 泪眼婆娑 收敛了笑意 情真意切地与我说 路是走到如此境地时 我才意识到 我对不起你 这几车东西部分是我的嫁妆 你都带走吧 算我赎罪 我婉拒了 魏之眼提着一盏风灯 立在院中等我 暖黄的烛火 透着一层灯笼纸 映着他的眉眼 何须又温柔 回来了 我道 你为何站在这等我 他又沉默住了 好内向艺人 鹦鹉唧唧喳喳 开始说话了 哈哈 椅子都被你和陆瑶带走了 没地方坐了 说得好 临走前 魏之眼问我 边赛苦寒 你想留在京城吗 我摇了摇头 京城太无聊了 鹦鹉学了许多新的词 附和着我说 京城太无聊了 他不言良久 为我送行时 他只说了两个字 当心 毕竟在书中 被招安的那群人 最后也没有好下场 纵然他有男主光环 也有许多万不得已 有许多难以达成的事 我的行为 在有些古板的我爹眼里 过于离京叛道了 无所谓 我发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我人在边赛 一刀一个敌人 没事的时候 还能与周月 一起去沙漠里堆杀雕 不像从前 困在魏府里 只能和夫人唠两句 听音舞复读 战事持续了两年 刚回京城庆宫 没几日 皇帝就让我顺便 去把东南的倭寇也清了 我朝重闻义武 武将没几个能用的 于是我连轴转 将边界都打了一遍 那时魏之眼已经28岁了 丧妻 无妾 门庭冷落 皇帝想为他指一门婚事 他没答应 也许是袁书设定 他必须守身如玉吧 直到有一天 我在菜园子里 捡到一只鹦鹉 他羽毛鲜亮 油光水滑 张口就是一句 会说人话不 我说 你能换句话说不 他猝不及防道 愿与清清结情境之好 我 骑猛了 凭见鹦鹉在跟我求婚 我知道鹦鹉说的话 是魏之眼教的 但我不太想答应 我要真放弃 如今的侯府与风帝回了卫府 那就是从娇妾变成了娇妻 魏之眼尊重我的意愿 我的风帝有水患 其他静观推诿 不愿来治理 魏之眼来了 风帝上贡 我进京时 魏之眼亲自赢我 后来我还是语言书一样 与他成婚了 我娶得他 婚礼在我的风帝进行 他从京城侧马而来 一身红衣 俊秀易如当年 三外 十七岁的魏之眼高中近视 他的恩师林伯 传授他刚正不阿 却也告诉他 安阳侯是得罪不得的 林伯并不怕得罪谁 他是清流文人 在朝中领个没有实权的虚职 但他明白魏之眼想要的 是公明 是严实的权利 魏之眼被安阳侯的爱女路遥看中了 他明媚又张扬 甚至追到一管为他赠没 他一再拒绝 但路遥似乎有无尽的热情 可以耗在他身上 侯爷绑下桌序 托天子作媒 他如果拒绝 再哪有出头的机会 他还是娶了路遥 他的抱负与寒窗十年不能毁于一旦 魏之眼没有碰过路遥一丝一毫 他想着有朝一日 能让他改嫁给爱他的人 这是他不能宣之于口的卑劣私心 魏之眼平不清云 21岁官拜尚书 他的人生顺遂 直到他的恩师为他的岳父所害 素有清明的林伯 第一次放弃了他的清明 让唯一的嫡女做他的妾 纵使他的行径会被文人所不齿 他说他要保住林又元 林又元是个出乎他意料的人 他是大家闺秀 却不拘礼仪 他发疯 平等地创死所有人 他好像没有需要考虑的事情 魏之眼手上有足以扳倒安阳侯的证据 但他瞻前顾后 总是想将事态安排得完美 直到安阳侯要杀他的同窗师弟周月 他束手束脚的 而林又元毫无顾虑地去救了所有人 他落草为寇 占山为匪 魏之眼只能在他身后 宣告林又元的死 为他扫清最后的威胁 他前去招安时 他告诉他 我选择发疯 魏之眼唯一一次 没有将事情安排妥当 贸然地出手了 结果是 他胜了 安阳侯护板上写的几个名字 没有被参议本 他被污蔑的恩师 也得到了原有的清明 林又元对他来说是不一样的 他不拘于礼节 不拘于世间对女子的偏见 他向他委屈求全的前半生里 一阵刻骨铭心的风 他朝思暮想 辗转反侧 教会鹦鹉一句话 愿意轻轻结情境之好 全文完